各位一禮拜我就是鼓励春節 現在也真是賣賣演契高峰期 很多公司單位都會選擇這段期間 基盤賣賣,也不需要的臨主作協 但因為酒精會影響到破端,容易作書 中華經營業為了拼免酒後作書發生意外 日子前都會不定期安排伊鳳酒和露驚慶 會讓車丟跟蘇林千萬不要酒後開車 拼免發生沒辦法萬會比較 吃飯喝酒是很高興 但是家人在等待你吃飽安全回來的東西 警察也站在樓邊等你 要噴比較大 先深呼吸然後再噴一噴 不用停嗎? 可以啦 再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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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好 今天就是賣的,也是賣的演契高峰期 民眾在吃飽的東西,常常會喝酒作興 只是依舊近方的統計 每年12月9月9月10月3月 是酒後開車做書上門的高峰期 是連近方一直來選擇賣的酒後開車 和重點路段這行出的主要開車的勤務 利用今天的晚上我們舉行擴大林檢監取締酒駕請務 那在農曆過年之前尾牙的這段期間 很多的公司帳號都在辦理一些餐序 這個難免會有一些喝酒的狀況 不過酒後開車的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一個危險 那也是一種犯罪的行為 所以在這邊忽略我們彰化的鄉親喝了酒以後就不要再開車 那我想我們會用這個決心來告訴我們的鄉親 酒駕的危險那也是我們警方取締的一個重點 吃飯喝酒很開心 但是警方也特別提出參加主餐的朋友 可以利用這點加速 而且是一個停車的方式 開時遵守開車不要喝酒 酒後不要開車的安全活著 可不可以跟其他擁有人的安全 新中華新聞 北明林中華 蔡芳報道